2017年4月7日 四川首部康巴地区公路电影《六月已公建》 在号称全国票房排名前三的成都万达景华店举行了首映礼 该剧由四川福生时代影业和四川甘孜白玉县人民政府共同出品 由四川籍导演林波亲自的指导 全程取景四川白玉县境内 故事讲述了一名年轻女孩六月为了完成爷爷的遗愿 去白玉县寻找当年救过祖父性命的杖刀主人 独身带着价值连城的杖刀踏上了神秘的川藏之旅 一路巧遇川藏线路各类奇葩旅友 并与当地窥视宝刀的黑帮集团针锋相对 在美丽的草原上展开了一场戏剧化的故事 本篇除汇集了幽默、爱情、公路等元素外 还有悬疑、犯罪等亮点 采用多线路交叉叙事手法 层层推进步步高潮 本篇的主演六月是由氧气女神王毅佳担当 以轻力外形与实力演技获得观众言 凭借电视剧《风神榜》《楚汉传奇》 而走红的政区专业户杨真 本次也是不顾形象自黑到底 出演了一个利欲熏心的文物贩子 弓箭 从信任到背叛 从算计到清心 最终也算是心愿达成 物归原祖 有情人终成眷属 电影将从今日起 在全国影院上映 中文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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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